龚翔宇 19岁的小将 但是这次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龚翔宇呢 在这次比赛当中 尤其是在魏秋月给他传球的状态下 他的进攻质量很高 因为咱们二线阵容里面 现在相对来说呢 张小雅拦网还可以 泰国队打我们 如果一旦你拦网没有那么强势 泰国打我们的时候下手很左断的 这个球过网了 给接应 在昨天呢 经历了半决赛 荷兰队这种高篮网 今天的面对泰国队呢 应该说打起来更加的有信心 更加如鱼得水 这个球还不错 茶床 互相赢 好的 双方攻守的能力呢 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球应该说魏秋月分配的 还是比较好啊 整个把这个集中的篮网调动开了 在行出两点弓的情况下 甩的这个后弓 整个把这个篮网的集中点 一下子牵扯开 中国队呢 在绝对实力 在硬实力 在我们的网口 跟亚洲球队相比较 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对把老二传诺的沙拉 现在换上 这球接内 我们看啊 我们从整个进攻的打法上来说啊 现在从魏秋月的组织上来说 还是主要围绕着 龚翔宇在打 对 龚翔宇在四号位或者是后三 都会给他机会 那龚翔宇也是经过 瓜拉队这个前期的集训之后啊 在进攻这一环节上 还是有有所提高的 我们看他在联赛当中 基本上都是大线啊 就是大斜线啊 中线啊 这比较有把握 那这一次比赛当中 我发现他的直线的成功率啊 直线打得也非常不错 是 也就是在他的进攻手段上 也在不断的完善 这前排的有效篮网 哎 这球还是 垫的位置不太好 龚翔宇这球还是 没有吃住啊 就是在垫球这一下 我觉得整个的时间 并不是非常吻合 好球 嗯 今天小彤的这个两个发球 发的非常果断 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当中 你像刘晓彤啊 张小雅啊 发球的攻击力 还是很不错的 是 那小雅 我们看在整个就是 呃 国家队一线队伍比赛当中 狼翔宇也经常是 换他上去替补发球啊 嗯 但是在替补发球的过程当中 其实要求这个队员的能力 心里也是很强的 刚换上去发球的质量 并不会那么的高 是 但是在这种打主力的情况下啊 他的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威力 还是不错的 张小雅呢 在之前的四场比赛当中 发球直接得分是得到五分 中国队呢 发球得分最高的是 龚翔宇六分 我们看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球 现在龚翔宇的成功率 还是相当高 好的四方位 不如骑 那么我们前排下撤的队员 又没有很好的 很快的下撤啊 骑到三米线之上 哎 好的 这个球尽管是一传不好 但是经过这个来回 这个球队还是能够下分 这球应该说 龚翔宇弥补的 还非常不错啊 但是从第二次调整来说 作为自由人王翁杰来说 这个球垫的 也不是非常的到位 是 现在第二局比赛 我们看呢 就是在主攻的位置上呢 泰国队再度调整一下 就是把这个12号 皮姆皮插压放上 没有用插床 昨天的半天赛也是这样 听不听插压 好球 我们两次的这种快攻球都防起来了啊 主要我们防守队员在第一球位上啊 位置取得非常的准确 好的 嗯 这个防守站位很好 这几个防守啊 我们防守的人呢 第一取位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清亮 现在这个年轻的复工7号花塔亚呢 身高也才1米78 嗯 相对来说啊 队里有一个像这种 龚翔宇的这种 定点强攻 实力稍微好一点的 嗯 那么队伍呢 在形成 一攻调整攻的情况下啊 就好打一些啊 虽然不到位 但是我呢 呃 一板的成功率 能一板能打走 就弥补了这个 一船的这个压力 嗯 刚才好像是 是中国队要求的挑战嘛 哦 是中国队要挑战吗 对对对 它是判给中国队 好像控除前卫 判中国队抽剑 对对对 嗯 好球 漂亮 这个防守 再扣了 这个顶一穿顶 再接嘴一点 对吧 哎 潮拉棚目前是 个人得到九分了 嗯 这是龚湘宇 在二号位 打了一个小斜线 对对方的平打 龚湘宇 这一下也垫的 而且惠若琪呢 这也是他擅长的 拿手好戏 漂亮 那么防守阵型呢 确实在心理上 就会受到影响 漂亮 直线 哦 未秋月啊 然后小慧啊 我觉得体能上 还是有一点点 啊 不足 所以整个移动的速度上 也不是很快 哦呦 这个球又直接过网了 还是有点乱啊 有点乱 好球啊 这球小同根的不错 好的 现在确实是中国队比较艰难的一个阶段 对 这个时候呢 确实要紧咬比分啊 一旦要是被拉开的话 这一局就非常困难了 诺德沙拉一般都是发前曲球 嗯 有了 24比23 中国队赛点 看小雅的这个发球 好的 机会 有了 看这个球 四号位 好球 好球 漂亮 中国队拿下比赛 25比23 这第三局啊 确实不容易啊 嗯 是在比较艰难的情况之下 精英赛30多年的历史当中 第六次夺得冠军 再看一下刚才这球 这球啊 功享与上的也非常好 嗯 那刘晓彤呢 这个直线球打得非常果断 这次虽然中国女排呢 只是二队的阵容去参赛啊 但是确实从整个比赛的进程来看呢 经受住了考验啊 获得了一个让球迷非常满意的成绩啊 泰国队实际上 他们第一次参赛呢 能够最终获得第二名 获得亚军也是非常的满意 他在7位置